請消防署 主席好委員好 副署長 是 易消的設備跟緊消的設備現在有什麼差別啊 跟委員報告 消防人員他是專業的 他除了個人的裝備之外 在分隊有各式的車輛 跟救助的裝備器材 那易消的部分啊 一般來講 不講個人裝備啦 易消你叫他自己去準備消防車 雲梯車當然不可能啊 個人裝備 個人裝備 幾乎是一樣的 就是保護個人 是嗎一樣嗎 這一張是什麼你知道嗎 服務證 易消的服務證啊 本席是易消啊 呼嚨我什麼警消跟易消一樣 防火靴有一樣嗎 防火衣有一樣嗎 有一樣嗎 你說 依照各縣市的情況齁 我了解的大部分的縣市幾乎是一致的 因為保護人家 那就是我們新北市特別特別慘啊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們的易消喔 在新北市 發生火災的時候 大家救火的時候 易消的努力程度跟警消幾乎是不相上下 設備有差別 防火靴防火衣都有差別 常常導致 我們易消人員受傷啊 剛剛你在那邊跟我回答說幾乎一樣 幾乎一樣 我們為什麼會對你們提出要求 就是不一樣 你看看你這個今天審計部的報告 第三四頁 消防署所屬 防災救災業務 稅數預算民國九十九年度 十三億七千八百七十一萬 剩餘數一億八千七百零五萬 編了十三億給你 你用剩了一億八千多萬 你的光是繳回就繳回了十三點五七趴啊 我建議你一百零一年 今年要來編預算的時候 最好自動刪減掉 那跟你要一些易消的設備 希望你能夠補助 不跟我解釋只有一句沒有錢 結果你們九十九年度錢是這樣 這是消防署的態度嗎 我要的錢 我們要求跟易消爭取的那經費這麼的少 一兩百萬兩三百萬要改善易消的這個個人的裝備 來保護他的生命安全 結果你自己寧願剩餘一億八千多萬 然後你不要用 然後來跟我講說都沒有錢 就一句話 要不是今天有審計部這個審計報告 我還不知道你們消防署是這樣用的 我已經當了易消當了多少年了你知道嗎 結果你們消防署是這樣對待易消人員 很心寒啊 這件事情你們為什麼可以剩餘這麼多 你們當初預算在編列的時候 我們請審記長好了 請審記長 消防署要求編列這樣子的預算 那也經過立法院審查通過了 結果他到了 稅初的時候他留下這麼多的剩餘數 審議長這樣合理嗎 是的這個在預算編列 當然要立求福祉 那在應用的時候 這個他最主要是採過財務 採過財務如果說估計有傑儀的話 那傑儀照這個預算的執行要點 如果說他有什麼其他需求在符合預算法 這些相關的一個彈性的規定之下 那麼他還是可以在司法的範圍內去做一些應用這樣 對那我的意思是說你看看他 他當初編了十三億七千多萬的這個 稅初預算 然後也經過立法院給他支持了 這一些預算難道是沒有計畫的嗎 一定要是有計畫的嗎 那有計畫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剩餘數 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他原來的估價過高嘛 所以採購的時候自然價格就當下來了嘛 那顯然他的預算編列不死啊 是不是 對於這一方面你們有沒有進一步去了解說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剩餘數啊 剩餘數這麼多是不正常的啊 有沒有辦法進一步了解還是要請主機長 主機長你給他們這麼多的預算 主機長主機長也請主機長來好了跟我們解釋一下 來使主機長請 來請 主機長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明行政院各單位在編列預算的時候我們主機處這邊是怎麼處理啊 主機總處怎麼處理啊 我們這些年來當然也推動額路制啊就希望各機關在這個有限的這個預算之下能夠把錢用在刀口上啊 那當然這個看起來他這個剩餘比較多那詳細執行到底那個原因可能還要消防署說明一下不過呢 就是說我們就是說在籌編以後年度預算的時候事實上也有請各機關一定要參考以往的執行情形以及執行能力來合時的來編列以後的預算 好謝謝主機長 是謝謝審議長 來副書長 剛剛主機長在講你有聽齁你不是在外面後面交頭接耳吧 你有聽齁 他要請你報告為什麼會剩餘這麼多 跟委員報告齁主要是訓練中心的工程金會結餘 有14億多那這個部分就是結餘 這是寫採購財務結餘耶 那如果是營建的工程金會結餘 你另外前面那一邊 你不要呼嚨我齁 你前面這一邊齁 消防署所屬在第32頁的時候 應付保留數2億多 這個是中央應變中心的 中部 備員中心建置計畫建築內裝基電工程 如果你是一個營建的需要你也會用保留數啊 怎麼會是這麼大方一八千多萬就繳回來呢 因為是最後一年 因為是最後一年 最後一個年度 那顯然你們執行預算不利嘛 你們執行預算的比例是多少啊 如果照你這樣講 原來這是營建必須的 蓋到最後一個年度 然後還把它繳回來 那你沒有蓋完喔 是工程結束啦 那等於是結餘款 一規定繳回 工程結束的結餘款 你的工程是逐年編列的吧 是 那這一個年度裡面這一個部分的工程預算是多少 你從來就不容許我們啊 你也不理 跟我們立法委員跟你拜託 這麼一點點要保護義銷的預算 你就跟我講說 一句話沒錢 啊沒錢結果可以繳回一億八千多萬 而且這個一看更生氣 採購財物結餘 寧願繳回國庫 不願意跟義銷兄弟 多一點點補助讓人可以保護生命安全 我覺得你 你既然跟我講的態度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啊 寧願繳回一億八千多萬 對於我們義銷兄弟要爭取的 兩三百萬的預算 一句話沒有錢 然後就打發了 包委員 這個部分是不是讓我們回去瞭解一下 我想 新北市的義銷要申請署裡面的經費補助 那是誰講沒有錢 或者是說當初 是本席 親自 跟消防署拜託的 我要很慎重的拜託 然後就給我一句話說沒有錢 你以為我要的金額很多嗎 我才要兩百多萬 而且 還是說如果 請你們署裡面採購跟警銷一樣的設備 防火靴 跟防火衣給我們 新北市的義銷兄弟 我還不敢要很多 我只要要一個中隊的 只要一個中隊的 你知道我們有幾個大隊幾個中隊嗎 結果你們寧願一億八千多萬 繳回去給國庫 這是全民要感謝你們消防署很省錢喔 好謝謝你齁 可以請你回 請回座齁 我們請內政部 是 委員好 你好 市長喔 是 我想請教你喔 我們林口國宅旁邊的林口運動公園 你們現在要把它弄到 交給新北市 台北市政府去蓋選手村 將來要弄社會住宅 是這樣嗎 那這一個部分啊 現在是 有報運院裡頭核定 我跟你說 我們還非常希望 這樣案子不要成真啦 雖然土地是你們的喔 可是從蘇貞昌在當縣長的時代 那個地方借來批建為林口運動公園 已經是林口最大的運動園區了 結果你台北市要辦一個四大 試運會 世界大學運動會 結果 爽到台北市傷到我們新北市啊 我們新北市林口的運動公園 幾萬人在使用的運動公園 就要被你們拿去蓋選手村 沒有比較適當的地點嗎 台北市都沒有土地了嗎 這以林為禍啊 台北市辦運動會 我們很樂意他辦得好 辦得成功 但是為什麼要來傷害我們新北市呢 林口多少人打電話給我反應耶 有沒有空間 不講話 是 因為這一個部分啊 是院已經核定的一個計畫 行政院核定了 是 那我們新北市政府的態度是支持囉 是支持嗎 沒有因為地是中央的地 中央的國宅用地 我們不發建造給你可以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新北市政府是同意的啊 沒有因為這一個部分啊 用地是中央的 我跟你說 你在這個地方你做執事要做合 我真的會引起很大的抗爭啊 所以我希望你們能夠懸來熱馬 好好的思考一下 不然當 到了後來蓋不起來 妨礙到是 反而妨礙到世界大學運動會 到時候這個罪名不知道誰要來承擔 謝謝 好謝謝 我們再補充介紹哈 也是我們才